好为了让花莲偏乡的孩童有着更稳定的教育环境 这一次的林思宏陈武基金会 在花莲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会 委员王成刚主的牵引之下呢 27号以及28号两天 则是来到了富士乡佑 富士国小 水源乡佑 以及水源国小赞助了夏季的运动服 书包以及儿童绘本给小朋友们 城武基金会在27号和28号 则是来到富士乡佑 富士国小 水源乡佑和水源国小 来关心花莲最北的秀林乡孩童们的教育环境 而这次则是由花莲县青年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王成刚主的带领之下 28号来到水源乡佑和水源国小来进行关怀 我觉得慈善不是只是捐钱 因为金额的大小或许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们要实地走访部落 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 像小朋友的需求 国小的需求 有的地方可能需要的是客桌椅 有的地方需要的是衣服啊 一些设备器材 图书 电脑等 那我们实际了解之后 然后每一次都是希望我们是一个细水长流 然后能够长期的帮助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跟部落 希望他们的将来能够感受到人的善念 然后感受到有曾经受过人家的帮忙 将来如果他们长大有一天 有一点小成就的时候 也要回馈他们自己的族人跟部落 要持续的下去 而且是针对每一个学校可能有它的特色 还有文化 像我们去年的时候有去那个文化 还有那个打鼓 通南也有打鼓 然后通南国小还有中央有台腾道 然后甚至 人家那个最期待的 水平国小的那个国际级舞蹈 所以说这种话如果是深根的文化 然后一直持续的下去 希望下来我们会也在帮忙当中 感谢陈武基金会的爱心 同时也说明公所推动教育政策 我们旭林乡的香幼以及我们国小的妇幼 已经走了两天 我真的感谢他们实地来 最重要就是来关心 看看原乡小朋友 在整个环境教育上面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那他们这次也特别带了书包 还有衣服送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那未来我想我会持续来继续跟各界的慈善基金会 针对我们幼儿园教育这一块 因为在刚刚我们林医师的口中说到 他们非常重视原乡教育的整个展望的未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会不时的一直来走到原乡去 来关心我们部落主任的孩子 所以听到他这番话我也是非常感动 那我们林医师慈善基金会跟威医师都这么有心 我想公所也不遗余力来 未来整个在幼儿教育的整个环境教育也好 那师资教育也好 以及孩子的一些受教的一些情誉也好 我想我们会更努力往这个方向继续来为孩子的情誉 来做一个协助跟支持 来到水源国小在校长与掌揮带领之下 全校师生们热烈欢迎来自台北的贵宾 以原著名的歌声来展现大家的热情 校长也自争感谢状 同时也把小朋友所编织的手工音频给在场贵宾们 而是用真诚的心来感谢他们 每年都来关心他们自争满满的爱心 记得教育休想不到